澎湖一间冰品店因为挂满了老板创作的彩绘符球 因此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 但是近来却被洗副瓶 网络上评价只剩不到两颗心 理由大多是老板很凶 只是经过店门口停留就被呛说 没消费不准拍照 看不懂字马 不过业者也说了 因为之前有不少人入内拍完照就走 造成了困扰 因此才会定下这样的规则 希望大家遵守 老板也说他是在地的西雨乡人 天生大嗓门 连长得凶但绝不是坏人 古错融合缤纷彩绘艺术 是以民众前来打卡拍照 这是澎湖西雨二侃聚落一间创意冰品店 老板将扶仇做成各类艺术品 挂在店内在网络平台爆红 但近来却被游客洗副瓶 如今评价只剩下不到两颗心 理由几乎都是老板很凶 经过店门口多停留就会被呛 看不懂字马 没消费不准拍照 我们标示的很清楚 老板是一个酷老板 不是一个凶老板 同屋人讲话口气可能比较大声 游客都误解说老板很凶 他里面摆得很漂亮 有的人就不解释 又不解释 原来先前有不少游客 只拍照不消费造成店家困扰 老板也很有个性 在门口贴上大大小小直白标语 请于零秒内出去 无需消费 还有这不是拍照店 这是饮料 冰品店等 只是这样的语气民众能接受吗 我觉得这个事先讲说清楚 我觉得也合理 我觉得OK 而且我觉得这样蛮吸引我的 客人不遵守游戏规则 就看主人的哑量 其实这家店低销35元并不多 或许业者与民众沟通 与既有误解才会引起纷争 遭喜复评再度硬起讨论 记者资料报道